病村 病村是眾多玩家最懼怕的地方 這個地方充滿著各種邪惡 有疑變的村民、猛烈的劇毒 還有放火的惡魔 但這裡就有一個無比悲良的故事 白蜘蛛女為了拯救病村的村民 不惜背負著極大的痛楚 去控制村民的病情 畢竟混沌吞逝之日 是魔女們種下的禍 這種贖罪的行為 或多或少能夠令到她減少自己的罪惡感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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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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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繞不到也沒關係 好 看著看著看著 這裡儘量我都不上洛怪 忘記了閃 而且這裡每一隻怪 差不多每一隻怪攻擊下去都會中毒 小心要中毒的東西 小兄弟給我一個背部 小兄弟 其實村如其名 這個病村是爆發了一場大瘟疫 這場瘟疫我們就叫它做混沌瘟疫 或者是混沌吞誓之日 都說一說 如果你要攻略這個病村的話 上一集就拿了蜘蛛紋盾 我高度建議大家一定要拿蜘蛛紋盾 因為它可以擋劇毒 所以是一個超厲害的一件裝備 是病村攻略必備的一件裝備 我自己覺得 帶完了嗎? 你不如過來跟我打架吧 直接衝尺斬 因為這裡有些吹箭怪 所以你要很小心去打這個地方 我這裡 你也是慢慢來 一隻拉打會比較好 好 但有很多怪 而且你看到傷害都不是鈣 因為我自己現在沒有什麼裝備在身上 還有追到狗像院 喂 先不要追著 小兄弟 你這樣不是辦法 好 飛 好 最重要是小心 好 好 擋一擋 好 好 已經用了兩三個元素瓶 其實我想說故事 但是因為 它這裡實在 病村也是 所有人 所有新入行的玩家 最難玩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道路窄、怪物物窄、地形恐怖 再加上那些怪物會放毒 例如我們面前這隻吹箭怪 你試著讓它射兩東西 會馬上重劇毒 劇毒是整個遊戲裡面最恐怖的一個 因為劇毒是會扣血扣得很快 而你怎樣去解劇毒呢 就要吃那個 紫花台線球去解劇毒 而紫花台線球是很貴的 一千元一顆 那所以 自己整個地方 小心點 小心 這些會飛咬 飛琴大咬 這些怪物很久不死 嘿 有點大意 OK 我相信我可以過到它第一個營火 那 要理解 這個病村那場瘟疫的由來 就要理解整個病村的地理位置 我們待會去到那個位置 就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這裡實在太多怪 我要很集中去打 那你會留意到 這些其實是病村的村民 也因為受到感染 他們的身體 就產生了異變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OK 這裡呢 就要跳了 地形虎手 沒問題 巨合刀 那麼 巨合刀和打刀我會怎樣選呢 我也會選回打刀 打刀傷害會比較高 但是它就沒有那個巨合的戰技 不是戰技 巨合 重攻擊 巨合刀的重攻擊會變成戰技 跟Dark Souls 3不同 Dark Souls 3 就會將巨合 這個元素 混合打刀 成為打刀類的戰技 但是Dark Souls 1 打刀和巨合刀 是分開的 他們的能力 至於Move Set 自己拿把巨合刀來試一下 因為我這個重攻擊 就是這樣 向前刺 如果巨合刀 算了 試給大家 如果巨合刀的話 不夠敏捷 就會這樣斬 這個就是巨合刀的分別 是型的 但是 很喜歡打刀 我感覺上只有樣子 剛才忘了跟大家說 如果你要攻略這個地方 我會先跳左邊下來這個位置 因為左邊有營火 另外這裡下去 有東西收拾完 是可以回上來 是很方便 可以看到 這個病川 是由上而下延伸下去的 OK 喂 死了 喂 欸 低別啦 又玩樓梯大戰 OK OK 哇 嚇壞了 很害怕 唉 好啦 回來啦 你看到啦 有眼看到啦 不論是高手 或者 新手 也好 這個病川 你還是會 緩隨著大量死亡的風險 這個地方真的太難玩了 你會感覺到整個 Dark Souls的惡意 罪惡的溫床 就是在這個地方 玩得超小心才可以 才可以過到板 好啦恐怖 好 毒紫花台線球 這個就是用來解劇毒 那解劇毒 和解普通毒 就是用兩種不同的線球 那 所以呢 唉 難玩難玩 剛剛也想說故事 但因為這個實際太 太過 太過恐怖 所以就有點難說的故事 你看到地形窄 但是這裡你看到 就 剛才不是說到 Dark Souls的病村 都是有 上而下的 那我會把 整個病村分 上那一部分 和下那一部分 哇 好恐怖 真的很害怕 病村的下方 正正就是 魔女的原住地 原居地 叫做伊札里斯 現在呢 引申到之後 根據時間線來說 就叫做混沌的廢刀伊札里斯 就是魔女們的故鄉 而我們都知道 魔女是曾經想創造果然 但是呢 就反被這個混沌吞死 然後規模是大到怎樣 規模就是大到爆發上來病村這個位 即連病村的村民都受到混沌爆發 而受到感染 所以就變成今時今日的模樣了 所以呢 這個情況就好像 日本福島漏的輻射一樣 就 方圓幾百公里的人都要疏散 這裡沿路走回去 就好像輻射洩漏 要疏散 那個情況就和伊札里斯爆瘟疫一樣 連丁村都受到感染 就是這樣 這裡要走回來 這裡要收拾的東西就收拾了 雖然病村距離混沌廢刀伊札里斯 是有一定程度的距離 但是那種大爆發 已經大大影響病村村民的生活 也因為這樣就被不死鎮底層的居民隔離了他們 由病村的結構去看 你們看得出製作組很用心去搞病村這個地圖 其實不單止病村 很多地圖都做得很用心 你看到這裡還有很多狗 病村的村民 因為二變而在這個位置 這些就是病村的村民 糟糕 小心小心 小心翠登萬年算命 這些小狗千萬不要發洩 小狗也是病村裡最難 最恐怖的民族 我很肯定跟你說 小狗才是這遊戲最難打的怪 第一你難打中 第二他咬你是很痛的 而且密集攻勢 你看看後面又無緣無故走一隻 所以呢 滿滿的惡意就是 在病村出現 要打得非常小心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不要死超過兩次 我覺得 不要死超過兩次已經是 在病村來說 你看到上面有隻吹箭怪 都是一些病村的村民 也是整個病村裡面最恐怖的怪 因為他們放毒箭 是會中劇毒 那你解救方法就是吃那個 字花台線球 唉 好辛苦 但是你看到上層 等一下我們去下層 你就會看到病村的分別 就是上層的村民 不是 上層是還有村民的存在 但是去到下層 你就會開始見不到任何村民的存在 不要滾 OK OK 小心點 小心點 先去到下層 你待會去到下層 就會看到這些村民 就會慢慢變成一些 小型的惡魔 你看到前面有一隻很噁心的東西 這些也是 一些容易變出來的怪物 上層就是充滿村民 下層就是得到一些小惡魔的下層 這個就是主要病村的上下層的分別 我們穿越了武門之後 待會去完對武門 你就會知道我說什麼 那我們 這裡真的要很專心玩 這裡我們走下去才說 OK 真的要打聲12分 這裡下來呢 主要就可以拿到一個巨英文盾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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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這集是不想拿著盾玩的 但是這一集是不能拿著盾玩的 因為 它那些吹箭怪 你看到已經有人不斷射箭 這些是會中毒的 那你一定要對 這些怪是 絕對不容忽視 這裡拿完巨英文盾就可以上去的 另外 有一件事不要忘記 我們下來病村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要響起下層的鐘 因為我們完成不死人的使命 就一定要響起兩個鐘 一個就是 上層石像鬼的鐘 我們已經響了 然後就是下層的鐘 下層的鐘就是病村的 最底最底最底的那個寶 那 我們這集 守住在鐘前面的 波士克拉格 又是有一個非常之悲良 而又很淒美的故事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說到這個 故事 但原來我有一個地方是錯了 忘記過去 就是上剛才那個地方 我想 用方法可以回到過去 想拿一拿東西給大家看 這裡應該跳得回去 死地形就 重新離開 OK 沒問題 那盡量逐隻逐隻清 其實清一怪 那條道路都可以慢慢走 沒問題 那 這裡有一套挺厲害的裝備 就是黑影套裝 所以呢 這一邊我建議大家可以 詳盡一點地玩 你看到有些村民 會無緣無故被洞到壁 你不要緊 你揍爆他們 先補一補滿血 我都 我都真的有點怕 你看到 很多怪 看到嗎 很多怪 有怪在走下來 那要小心 這個位置是陷阱 你一過去是會出事的 喂 喂 喂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第二次了 我希望不可以再死了 好啦 好啦 恐怖 只剩下C 因為地方太窄了 真的太窄 這個地方 盡量清 我剛才應該極速清掉這一隻怪 而且應該用回引炎火焰打這個位 因為可以直接快點秒 還有一隻 看到嗎 直接火焰彈扔它 不要想太多 真的 不要省了 這條的咒信 死了沒有 還有一隻 喂 踩什麼東西 OK 壓力 真的有壓力 我也很想繼續說回克拉格故事 因為克拉格的故事 是我覺得 Dark Souls 1裡面 一個最 最妻美的一個故事 我挺肯定 這是一個最妻美的故事 這個兜過來後面 這個位置 其實有一條隱蟲 陳倉小道 可以 在這裡擠下來 這個位置 就可以拿到一個黑影套裝 但其實我不會用黑影套裝 因為我已經選擇了另一個套裝去穿了 因為要適合我那個 長眼的下拿錶 所以我想有一個斗篷的裝備 但奈何呢 其實Dark Souls 1那些 衣服也不多選擇 有一個隱藏靈魂可以拿的 就是這裡 下來這個位置 這裡是有一個知名騎士的靈魂 我希望不要 沒有了靈魂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不容易玩 剛才不是說到這次手中流的BOSS 就叫做克拉格 克拉格 其實要說這位BOSS的故事 我們要認識一對 一對姊妹 就是白蜘蛛肌和克拉格 我們 通常我就叫這對姊妹 叫做雙子長尾 OK 其實這裡的東西都拿了 我就可以回來 這個位置 先跳躍 而且要小心 我發現 REMASTER版 那些怪的 追尾性是追得很重要的 是跟我本身玩 Dark Souls 1死戰版本不同 那些怪是可以追你一段很長的距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不要不要 很多怪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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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行 看不看到我出了什麼招 一個是重登地面 落下死亡的招式 那呢 進去是不會有事的 OK 就會在邊緣上復活 但小心 那些怪會 reset OK 我以為我按不及了 幸好 幸好 寶刀未老 還懂得用這招 避免死亡 為什麼又要重新走過 OK 後面有怪 是不是 後面有沒有有怪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裡的怪是來自四通 四方八面 好 OK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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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快點跳去下一個位 但是 這裡的怪 如果 你一個不小心就會陷入那個被困的角度 所以 真的要 設計 心急大意 我們下回剛才這個 這隻怪物的位置 就會去到 去拿一個一定要拿的一個咒術 就是內在潛力 也是我下拿錶其中一個必拿的一個 咒術 因為內在潛力是能夠提升你那個 叫做 短暫性提高攻擊力 但是會持續出血 OK 那這裡呢 不要埋伸 我們有火焰彈 這一樣的 射它一下 後面有隻怪 搞我 唉 玩了火焰彈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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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OK 充滿著陷阱 人性的一面 死什麼 三下死 OK 那我們就會在這裡拿到一個我最喜歡的咒術 內在潛力 短暫性提升攻擊力 但是會持續出血 大概提升的攻擊力就是1.5倍 這個是我下拿錶的 一個一定要拿的一個東西 那麼 我們剛才不是說到要認識一對 一對姊妹就是這個雙子長尾 雙子長尾是什麼呢 黑拉格和白蜘蛛女 好 閃一閃 哇 不要啦 不要硬碰啦 我要與你硬碰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以爆裂的高速旋動 我們要快點 我們只剩一個元素瓶 我要下去 好了 那穿過了霧門 你會發現 病村的村民會不見了 換來的就是另一些東西 是什麼呢 但是這裡你等一會 有沒有東西追尾 沒有東西追尾 我很怕有東西追尾 我換一 用人性來取代元素瓶 不說你不知道其實人性 是可以拿來補血的 所以 當你元素瓶不夠了 而你想繼續去 去拓展你的旅程的時候 人性是必備的一個 其實白蜘蛛姬和這個魔女 和黑拉格 他們兩個的身份 其實都是魔女的女兒 當初有三大種族 片頭有說了三大種族 葛溫尼特魔女 三個人結盟打古龍 在結盟的時候 白蜘蛛女就成為了防火女 那她就負責守住病村 和廢刀之間的一個營火 這樣 這裡看一看位下去 唉 太恐怖了 那你留意這個地方 已經 只剩一隻 就是這一隻村民 但是呢 其他 其他位都已經變了 那些會放火的 一些小型的蚊型惡魔 好了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裝備 就是流浪套裝 那這個 這個樣子比較像夏娜 這個 這個感覺比較 夏娜感覺更重 夏娜感覺更重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羽毛的感覺 隨便 心神領會 好嗎 夏村就開始 這次就佈滿著惡魔 就是認證著 代表著 開始混沌爆發的時候 這裡所有怪物 已經是變成了 完全體 就是變成真正的惡魔 那 剛剛說到白蜘蛛女 做了防火女 就守住這裡的營火 那 她就其實在這裡 就和克拉格一起居住 那 克拉格就是我們 我們等一下會 攻略那一隻 紅蜘蛛女的BOSS 那這裡我盡快過去 開一開營火位 reset 這裡是有個營火位的 OK 一定要先過來 那 跟其他魔女相比 那 伊札里斯有 七個 兒女 那 而白蜘蛛女 和 紅蜘蛛女 就是其中 一對兒女 他們住得相對 相對較遠 相對較遠 比起混沌的 廢都伊札里斯 那 所以 他們 跟其他魔女相比 他們 離混沌爆發點遠一點 那 受那個混沌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大 那 但是 雖然說受的影響 沒有那麼大 但最終他們的下半身 都變成了 蜘蛛的形狀 那 強大到好像這兩位魔女 都因為 混沌的瘟疫 而變成 半身怪物 那 所以呢 弱小的病村村民 當然 就 無法避免 令它沾上了烏點 就變成 很多都變成怪物 例如現在眼前這些 變成怪物 但是 有些 尚未完全受感染的村民 他們呢 就 得到白蜘蛛女的救援 可能 這個白蜘蛛女 是出於愧疚感 又或者 各種的原因 是做了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 就是為了 病村的村民 去主動幫他們 吸取 嘩 沒有啊 小兄弟 他主動幫病村的村民 吸取 毒液 出來 而白蜘蛛女 亦都因為 異變之後 他有一個能力 就是把毒性 用 排卵的方式 排走那些毒性 但是排卵的過程 是極之痛苦的 所以呢 呃 他主動幫助 吸取 病村村民的毒素 其實 換句話說 亦都在增加 他的痛苦 但是他是自願去做這件事 是非常之偉大 能夠減輕他的痛楚 就是幫白蜘蛛女獻上人性 來令他減輕痛楚 那 愛美深切的黑蜘蛛女 就是紅蜘蛛女 就為 就 藉由著 人性 這件事 獻上人性這件事 從而去減輕 白蜘蛛女的病痛 我好像那邊還有東西還沒收拾 我要 有個虎穴 我要進去一個昆蟲的虎穴 好像還沒進去 先 是不是這個位 這個位 剛才好像 進去 這些光影做得一般 這裡的光影是沒有進步的 你看看 病村的光影都是 一如以往很暗 OK 愛美深切的黑蜘蛛 就直由手掛人性 去獻給妹妹去減輕妹妹的病痛 就守住在白蜘蛛女的前面 除了保護妹妹之外 那些弓打到來的不死人 她可以殺了這些不死人 獲得人性 幫她的妹子痛 但是天意弄人 剛好她守住那個位 就是不死人要去的地方 中流 所以呢 很不幸地 我們主角來到這個位 當我借死 所以紅蜘蛛女 待會就要死了 那背後你知道她 為什麼要守住這個位 知道了她的故事 你就會覺得 他們是很悲慘的一個 一個故事 這些蟲 分分鐘都是那些 村民變成的物種 所以 唉 很可憐 整個故事 但是呢 其實 整個魔女家族的故事 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嘩 大哥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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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呢 如果你是 有眼開Dark Souls 我都知道 其實這些魚蟲 是 有機會掉落 那些大四形石碎片 那很多 玩家都會在這裡 拆一拆大四形石碎片 去強化自己的武器 那我覺得是 佛系 我除完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看到四形石大碎片 我是佛系玩家 一向都是佛系玩家 緣分到了 自然有大碎片 OK 那我純粹過來 打一次 收拾好東西就算 好 又有大碎片 正啦 那如果你想容易刷 大碎片呢 可以拍人性 拍完人性 之後再打 可能你就會 有更高的機率 去拿到一些 嘩 我發現 我發現 不要搞我 我發現 他丟火焰彈的軌道 偏低 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發覺 一件事 就是他的彈道 真的很低 不要搞我 求求你不要搞我 快要玩完 瞬間玩完 我五個元素瓶 Dark Souls 1 波士真的不難 但最難 一定是 攻略這些地區 那其實我走到這裡 就可以回營火 攻略波士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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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求求你 不要打我 那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 一些背彈人 我也想說 但你讓我專心 去攻略這個地方 OK 很恐怖 是不是很恐怖 不要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求求你 沒有沒有 哎呀 搞定 OK 應該沒有 都打了幾塊 限制到 OK 這裡搞定了 我們就可以回去 對上那個營火 攻略波士 好了 回來這個位置 就 向右走 又是會遇到這些惡魔 越是靠近 廢都伊札里斯 越多這些變種的怪物 亦都是 告訴你 哦 地圖結構 是多麼 那邊好像有些東西 那其實 啊 不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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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來 這次打這個boss 就讓你試下 這個下拿錶 就是 用到這個 內在潛力 對 那我們回去記起法術 內在潛力 提升力氣和耐力 但是HP會持續減少 一個其實我自己蠻喜歡用的 甚至是如果你玩Speed Run打Boss 都分分鐘是要用到這一招叫奈在潛力 是有用的 試一試那些怪追尾能力有多遠 我們跑遠一點看看 因為我經常覺得 Remaster 為什麼那些怪追尾追得那麼遠 這裡要小心一點 這樣扔石頭 這裡有一隻 有兩隻 引一隻出來打算 你看到那些惡魔仍然在追尾 還沒看到嗎 神經病 有沒有追那麼遠 不要追尾 是不是追尾過來 神經病 是Remaster版的AI真的有改到的 為什麼你硬直 小兄弟 這些怪 你看到其實還有這些村民 在守著那個巢穴 你看到嗎 身後的位置 就是克拉格巢穴 你看到 喂 什麼鬼啊 忘記了後面的怪 好 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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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個背刺 你看到呢 欸欸 待會再跟大家說 現在不需要說 好 呃 這些怪其實很容易打 你解鎖背刺 小兄弟 還不死嗎 小兄弟 那過來拿一下東西 剛才是不是 對了 這裡有些東西拿 什麼鬼東西 忘記了 巨型軍棒 啊 力量型強 力量型超強的一個武器 那我不需要 因為我玩敏戰 好 你會看到 後面這一個很明顯就是一個蜘蛛的巢穴 但是呢 你會看到很多村民守在這裡 他們是主動守在這裡 因為呢 他們是主動甘願去守護著 這一對魔女 因為沒有了這對魔女 其實這一對 這群村民一早已經變成怪物 那我們要做的事就是避開他們 不小心呢 他們會滾石魚腦 或者飛石過來 但是 我們都 無需害怕 有它滾石呢 我們找石頭放一放 OK 那我們進去 正式進入 這個 克拉格的巢穴 好了 那這裡你留意 進入這個克拉格住處 你會看到有些背彈者 千萬千萬不要攻擊他們 你明白他們的故事 你就不會願意去攻擊這些背彈者 你看到他們是在拜祭裡面 裡面正正就是克拉格和白蜘蛛基的所在位置 其實所謂的背彈者 就是自願效忠白蜘蛛女的人類 他們身上背著那些異形的卵 其實就是自己甘願去背上這些彈 去分擔白蜘蛛女的痛楚 所以其實他們是引以為榮 自己背上這些彈 如果他們沒有白蜘蛛女 其實他們一早已經變成怪物 所以其實他們是引以為傲 背上這些彈 OK 那我先準備我的東西 黃金蟲子 OK 準備了吧 內在潛力 好 GOGOGO 好 大家先看看Cut 也是Dark Souls裡面最漂亮的一隻BOSS 做得最漂亮的一隻BOSS 紅蜘蛛女 克拉格 雙子長尾 守護著她妹妹的一位魔女 也很幸運 在混沌爆發的時候 避免了這場災難的一隻角色 非常漂亮的角色 我也要讚一讚 REMASTER版 她把火焰的特效做得很漂亮 內在潛力加電刀 這個就是我的BOSS 其實你看到也不能扣歌 如果我沒有上BUFF 就扣得重視 好 看他 我不會鎖怪打的 好 小心他揮刀 有很大幅度的動作 這下是偶抱 看他蜘蛛的頭就知道 這下是揮刀 滾後就可以了 向前插 OK 好 然後 都是向前插 有什麼喝口水 好 他這下是偶抱 蜘蛛的動作 喂喂喂喂 小兄弟 不是這樣玩啊 OK 剛才不應該喝水 小心他會有招大爆炸 所以要預留位置走 你要看清楚他的攻勢 他這下是想攻擊我 好 不是 這下是偶抱 OK 解鎖打 好 他跳走 我們又走 OK 好 閃走 OK 再來 好 這下是偶抱 OK 我怕我內在潛力 嘩 先拍一拍人性 我怕我內在潛力 好 這一個拍人性位 OK 好 閃一閃 閃一閃 哎呀 太大了 好 有他偶抱 先拍人性 不要啊 兄弟 閃 OK OK 沒問題 這裡沒問題 大耳了一點點 好了 再來一次 好 行 沒了電buff 哎 沒了內在潛力 OK 六下攻擊 閃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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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喂 兄弟 不要走 不要走那麼近 其實是單調的 他的攻擊動作是單調的 因為我把武器只有加5 你看到我打他好像R痕 所以這裡就要 真的技術搭救了 那我覺得我自己這場打得比較差 因為要用人性我就覺得自己是 喂 不記得了 哎呀 糟了 閃一閃 OK 走一走 OK 因為呢 我今集怎麼都要拍人性 所以既然 既然要拍我就拍在一些適當的位置 我要拍夠10個人性 對 因為這裡 這樣都拍得 拍得其所 這些叫做 拍得其所 還有我打他真的很R 內在潛力加電刀也是扣那麼少 喂 挖一下 小兄弟 為什麼打那麼久呢 小兄弟 又跳走 OK 小心啊 你已經開始呢 那些混沌位太多了 有些混沌位流下來的火呢 我怕 有一點點怕 OK 好 不要揮刀了 揮完刀了沒有 OK 那些火的特效 我真的很欣賞 那些火的remaster 做得很好 好漂亮 還有他不斷追斬 我想怎樣 喂 死得這麼快 我沒有留意到他的血 黑拉格的靈魂 黑拉格的靈魂 我不會拍的 因為我一定要留著是有用的 對於我來說 那 OK 可以 直行 去探望一個 剛才我都說過的一位 NPC 就是白蜘蛛女 那你會看得出 它跟紅蜘蛛女有很大的分別 那這裡 不過呢 我們要敲響不死人的大鐘 完成我們第一個使命 就是敲響上下的大鐘 大家看看Cut Sensor 第二個鐘聲 隨之響起了 那到底 敲響了兩個鐘 我們下一個使命是甚麼呢 在不死鎮 的遠方 一個叫做賽恩古城的地方 因為巨人聽到兩個大鐘 原來敲響了 時機已經成熟了 他拉一拉 就是 賽恩古城的大門 就此打開 那我們在第二集的時候 看到洋蔥騎士 他不是說開不了門嗎 原來我們敲上下兩個鐘 就是為了打開賽恩古城的大門 這個就是我們的考驗 只有通過試煉的人 才可以通往 這個賽恩古城的大門 在這裏返回骨盆 其實他主要的原因 就是想告訴你 喂 時間到了 這裏就是一個隱藏牆壁 就是我們拜一拜會 Dark Souls最淒美的一位 最偉大的角色 白蜘蛛女 這個背彈人 印吉 是啊 我是新的毒人 連彈都沒有什麼 真是一個沒用的家夥 在此時此刻 他也不知道 我已經斬殺了紅蜘蛛女 才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這裏也要說一說 如果你出身裝備 那裏 有選到 那個叫做魔女的戒指 你可以在這裏聽到 白蜘蛛女的心聲 大概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姐姐 我忍受到痛楚 多謝你一直陪伴著我 之旅的說話 你可以在這裏聽得出 白蜘蛛女和紅蜘蛛女 那種姊妹情深 是多麼淒美 但是這一刻 他也不知道原來我們 作為 她的伯仁 我其實已經殺了她的姐姐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 老魔女的戒指 所以我們現在 不會聽到 白蜘蛛女的心聲 只會聽到 點點點點問號 那我們呢 這裏可以強化元素瓶 我們用是火女的靈魂 就可以強化元素瓶 是代表什麼呢 我剛才說過 三大種族合作 白蜘蛛女 就成為了防火女 這一個位置正正代表著 我們強化元素瓶 這一個位置 就代表著 原來她是防火女之一 那這裏聊天就沒用了 那為了 叫做 懶悔 惡選擇 解除救世藥 追隨 成為混沌的伯仁 那其實 是因為我標需要 做混沌的伯仁 混沌大火球 啊 為什麼我剛才說 要拍十個人性 原因就是因為 讓我重游運狀態 原因就是因為 混沌大火球 所有混沌類的武器 和混沌類的咒術 都是會 隨著你擁有的人性 上升 而上升 那個威力 但是混沌大火球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要用兩格的 對了 那只可以得四發 但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一招 就算 大爆發 然後原地會留下一大堆 岩漿 那 我相信可以四發之內 會不會秒到一隻BOSS呢 我們下一集 去做一做實驗 那我就 不升等級了 我將所有靈魂 都會 拿來 進化我的咒術之火 不對 咒術之火加 十 進化到加十一 可以 那這裡我不進化了 因為 因為 我們呢 當我們的混沌之火 去到加十的時候 我們可以見到 另一位魔女 那現在我都會出去見另一位魔女 不過 這裡也要說一說 白蜘蛛女 你看到她除了橙卵 會極其痛苦之外 你會看到她也因為這些病 長期吸入毒性 令到她瞞了那隻眼 所以她是看不到 任何的東西 所以她是見證不到她的 好像是甚至乎是聽不到的東西 所以她是完全 不知道她的 姐姐已經被我們手引了 唉 真是一個 非常之悲良的一個故事 OK 那當我們的咒術之火去到加十的情況 或以上呢 我們這裡沿路走出去 就會見到魔女七人中的大家姐 就是咒術的起源 咒術的師傅 中的師傅 克拉娜 克拉娜 克拉格 白蜘蛛女 暫時我們在這個病村的位置 就會見到這三位最主要的人物 OK 那 那 克拉娜也是有一個比較慘的故事 但我想將她的故事 留待在 混沌的廢島那一集 再慢慢跟大家說 OK 那 如果你有看過死戰那部作品 死戰那部作品 是有略略說過 七人中的故事 那我要先避開這班有酒 那 佛指台先求 我先試一試 混沌 大火球 打不中 這些怪好像不怕火 對 這些怪不怕火 沒辦法 OK 你不要妨礙我和克拉娜 你不要妨礙我和克拉娜 兄弟 那隻怪沒有發現我 OK 你一定要奏術之火加10 才可以見到她 你看到 真的有趣 我們要有足夠的天賦才可以見到 這位克拉娜 剛才提到扎拉曼 扎拉曼是什麼呢 咒術之王 人類咒術的始祖 也是這位克拉娜的徒弟 好 我就修理了她的徒弟 要學咒術就要相應報仇 你做不做到 做到 那這裡可以學大火球 火焰風暴 橫掃火焰 全部都是非常之厲害的一個 咒術來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這裡 克靈魂 買咒術 at least給我買了大火球 大火球是超厲害的 我希望夠靈魂 三萬靈魂 六千 應該不行了 有沒有可能 冒冥前線靈魂 應該不行了 好 是不行的 所以我決定不學了 那就交談 二百年前的事 就是周率王 薩拉曼 這裏就會說咒術是火的技藝 其實我上一集有說過咒術的起源 你一定要相信火焰同時也要敬畏火焰 否則就會被火吞噬 但我不想再看到這種情況發生 因為其實克拉娜是見證著混沌的爆發 所以她不想那些人學咒術學到有混沌的出現 沒有其他的 咒 夠錢買 是買不到火焰風暴 火焰風暴 不買我也覺得沒問題 但其實引燃烈火 夠錢 大火球 還有 微劃不死人 是一招很外掛般的存在 引燃烈火 要的 現在去 問徒弟不要變成遊魂了 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身後有一個水車 會上飛龍之谷 會直接上回傳火祭祭場 我們下一集再攻略那個地方 幸好也是死了兩次 我預計自己定村會死很多次 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掰掰